今天27日 看到他放了這個 這個就是 叫做Drive It 就是 騎樓底這些 室外 不是這些 室外圍著整間屋 就是封頂 然後 就是做這些 就是粗糙的 這個就是色版 我想也不會太 這麼光 現在看看 房間的顏色 在前面看 有些少少 杏仁黃 黃 多於白 多於純白 有些質地 我會選擇 這個 這個 這個看不清楚 或者這個 不要太粗糙 因為如果粗糙 那些塵和泥 會積在洞裡 很難清 因為這個 比較淺 然後 然後 捧了一個 藍色的箱 我們也買了 一些東西 買了這個 掛毛巾 洗澡毛巾 抹身毛巾 18吋長 打算 弄兩個在這裡 到時他一定會問 在哪裏 在哪裏 賣定 才知道 擺放 擺放 其實如果這裡 有位 就最好 擺多一個 但這裡 剛剛 洗澡房 洗澡 出來 比較濕 重 掛毛巾 然後 接著 這個 是 那天做了 我都不開眼 對 這裡 加牆 這條 接著 到時 這裡是牆 這裡 一半 的位置 他都會做牆 接著 我也會 裝過 大約 18吋長 的 掛毛巾 洗臉毛巾 什麼毛巾 這邊也是 各自擺一條毛巾 最重要 擦手 洗臉 我就 用水洗 不用擦面 也可以 接著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燈 買了兩眼燈 之前買了那個 上兩個星期試過 裝在那裏 都很理想 那個形狀 另外一盞 或者這個星期才拿出來 就打算是 看看形狀 是否漂亮 就打算是 如果這裏有兩塊鏡 因為這裏是星盤 有兩塊鏡 或者 兩塊鏡 大部份的屋 就在上面有排燈 射下來 這樣就已經可以 整整個廁所乾 又或者 燈 鏡 燈 鏡 燈 鏡 燈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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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泡 有沒有拍過 上次 這個就是好像 復古燈泡 就是 放在 廚房 窗門上去 拉著牆 那些燈泡 那些是懷舊燈泡 然後 今天我不覺得他做了什麼 可能他繼續 這個就是新的 這些就是 捕鑊 即是補邊 比如窗口的鑊 那些隙子 補回去 不是補 是要做的 建一間 或者裝修鑊 很香的玻璃膠 敏邊 沒有其他了 好了 收線了 應該沒有電了 還有五個月 希望 預計時間是五個月 可以入住 漫長的五個月 希望他可以趕到 我親愛的水樽 好 收線